为竹田火车站高架桥下方这块闲置用地 是隶属台铁局的铁路用地 近期由于竹田乡的停车问题 造成许多民众反弹 因此公所紧急召开会议 与相关单位商讨如何拓展地方停车空间 并与台铁局商量将铁路下方闲置空地做运用 铁路用地目前是属于一个闲置的状态 那我们跟台铁局商量之后 就是说透过绿美化契约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把它围管给我们乡公所 那我们公所这边预计就是说 把它做成一个绿美化的一个空间带 在比较合适的可以利用的空间的部分 我们来把它设计成为一个临时的停车空间 预计透过绿美化契约将空地规划成 暂时停车空间 这块用地也能搭配一员做游览 或是小公园油气场所 另外公所也与县政府合作 规划龙井溪畔公园停车场 连接竹田两个车站达到良好的停车级观光效果 那我们在这边也跟相关的单位赶快去研理 希望找到有一个停车场 然后让旅客可以停得比较安心 停车的一个规划 其实在我们的卫生所 卫生所的后方那边 目前已经有规划了一个 跟县政府这边合作 县政府由县政府那边主导 它规划了一个叫做龙井溪畔公园的预定地 那也已经规划完成 在这个公园里面也有规划了一个大型的停车场 目前这项计划将于9月4号进行会刊 确定可行后就会开始施工作业 竹田乡公所希望能尽速解决游客及乡民的问题 同时也呼吁民众不要因为停车事件 而打消到竹田游玩的念头 在等待拓展停车空间的同时 依旧可以利用双铁来一趟客装小旅行 而公所也将用尽心力给予游客宾至如归的感受 屏东新闻不一听张志豪采访报导